國民教育在新學年試行幾乎已經成為定局 不過有傳媒就揭發 公民教育委員會早在今年初批出最少10萬元 資助沙田婦女會國民教育中心 出版這套叫做《肉火蟲蟲的歲月》的愛國文化 內容一面倒講述民國期間 青年迷途之犯投身中共經過 被指宣揚愛黨情感 漫畫中的大事回顧也有提到六四 但就沒有講到死傷 也沒有講到民運人士的訴求 而這本漫畫已經派發給新界區多間學校和青年社區中心 關於這本漫畫的詳細報導 請留意今晚重磅新聞熱步